陈镇拎起大鼠的尾巴仔细看,他放羊的时候,也曾见过硕大的金花雄鼠,但从来没有见过一尺多长比奶瓶还粗的大鼠。 只有在山里肥草地里才能养出这么大的鼠来。 他相信,鼠肉一定又肥又嫩,是草原小狼和大狼爱吃的食物。 他想象着,小狼只要一闻到大鼠伤口上的血腥味,一定会立即扑上去,像吃马鞠肉那样,把大鼠生吞活跃下去。 陈镇拎着大鼠的尾巴,伤口流出的血一直滴到大鼠的鼻尖上,又滴到沙地里。 陈镇站在狼圈外圈,大声高喊, 小狼,小狼,开饭咯。 小狼瞪红了眼,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食物,但血腥味告诉他,这绝对是好吃的东西。 小狼一次又一次向半空窜吐,陈镇一次又一次把大鼠拎高。 小狼急得只盯着肥鼠不看陈镇,而陈镇却坚持非要小狼看他一眼,才肯把大鼠给小狼吃。 但陈镇发现自己的愿望这一次好像要落空。 小狼见到野鼠以后,一反常态,像一条兽性大发的凶残野狼,面目猙獰,张牙舞爪,狼嘴张大到了极限。 四根狼牙全部突出,连牙肉牙床都暴露无遗。 小狼的凶象让陈镇胆战心寒。 陈镇又晃了几次,仍然转移不了小狼的视线,值得把大鼠扔给了小狼,自己蹲坐在圈外,准备观看小狼,疯狂思蜀,然后狼吞虎咽。 然而小狼从半空中接到大鼠以后的一系列动作行为表情,完全出乎陈镇的意料,又成为一件他终身难忘并且无法解释的事情。 小狼叼住大树,像叼住了一块烧红的铁驼,吓得他立即把大树放在了地上,迅速撤到离大树一米的地方。 身子和脖子一身一探,惊恐地看着大树。 他看了足足有三分钟,目光才安定下来,然后紧张地攻腰,在原地碎部倒腾了七八次,突然一个穿越扑着大树咬了一口,又腾空后跳。 看了一会儿,见大树还是不动,就又开始扑咬,腹儿又停下,狼眼直勾勾地盯着大树。 如此反复折腾了三四次,突然,安静了下来。 此时,陈镇发现,小狼的眼睛里,竟然充满了虔诚的目光,与刚才凶残的目光,简直判若两郎。 小狼慢慢走进大树,在大树的身边左侧站住。 停了一会儿,忽然,小狼恭恭敬敬地先跪下一条右前腿,再跪下左前腿。 然后,用自己右侧背贴,然后,用自己右侧背贴蹭着大树的身体,在大树身边翻了个侧滚翻。 他迅速地爬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泥土,顺了顺身上的铁链,又跑到了大树的另一侧。 先跪下左前腿,再跪下右前腿,然后,又与大树身贴身毛蹭毛地翻了一个侧滚翻。 陈镇紧张好奇地盯着看,他不知道小狼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小狼的这些动作是从哪儿学来的。 更不知道,他贴着大树的两侧方跟头,究竟是什么意思。 小狼的动作,就像一个小男孩第一次独自得到了一只葫芦个儿的烧鸡那样,想吃,又舍不得动手,在手里一个劲地倒腾。 小狼完成了这套复杂的动作之后,兜兜土,顺顺练。 又跑到大树的左侧,开始重复上一套动作。 前前后后,三左三右,一共完成了三套一模一样的贴身翻滚动作。 陈镇心头猛然一震,他想, 从前给小狼那么多的好肉食,甚至是带血的鲜肉,他都没有这番举动。 为什么小狼见到这只大飞鼠,竟然会如此反常呢? 难道是狼类庆祝自己获得食物的一种方式吗? 或是开吃一只猎物前的一道仪式? 那虔诚恭敬的样子,正像教徒在领圣餐。 陈镇把脑袋想得发疼,才突然意识到, 他这次给小狼的食物与以前给的食物有本质不同。 他以前给小狼的食物质量再好, 但都是碎骨肉块,或者是由人工加工过的肉食。 而这只食物,却完全是纯天然和纯野性的完整食物。 是一只像牛、羊、马、狗那样有头有尾, 有身、有爪、有蹄、有皮、有毛的完整东西。 甚至是像他自己一样的活物。 可能狼类是把这种完整有形的食物和活物 作为高贵的狼类,才配享用的高贵食物。 而那些失掉原体型的碎肉碎骨,味道再好, 那也是人家的残堂剩饭。 如果食之,便有食高贵狼的身份。 难道人类把烤犬牛、烤犬羊、烤枕猪、烤枕鸭作为最高贵的食物, 食前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也是受了狼的影响吗? 或是人类与狼类英雄所见略同? 小狼这还是第一次面对这种高贵完整的食物, 所以它高贵的天性被激发出来, 才会有如此恭敬虔诚的举动和仪式。 但是小狼从来没有参加过狼群中的任何仪式, 他怎么能够把这三套动作完成得如此有条不稳而张法严谨呢? 就好像每一组动作已经排练过无数遍, 熟练精确的像是让一个严格的教练指导过一样, 陈震又百思不得其解。 小狼喘了一口气, 还是不去撕皮吃肉。 他抖抖身体, 把皮毛整理干净以后, 突然, 高财前爪慢慢地围着大树跑几圈来。 他兴奋地眯着眼, 半张着嘴, 半吐着舌头, 慢抬腿, 慢落地, 就像苏联大马戏团马术表演中的大白马, 一板一眼地做出了带有鲜明表演意味的慢动作。 小狼一丝不苟地慢跑了几圈以后, 又突然加速, 但无论是慢跑快跑, 那个圈子始终一般大, 沙地上留下了无数的狼爪印, 组成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圆圈。 沉振头皮发麻, 他突然想起了早春时节, 军马群尸堆里的那个神秘恐怖的狼圈。 那是几十条狼围着最密集的一堆马尸跑出来的狼圈狼道, 就像怪圈鬼圈鬼画符。 老人们相信, 这是草原狼向腾格里发出的请示信和感谢信。 那个狼圈非常远, 此刻小狼跑出的狼圈也非常远, 但两个狼圈的中央则都是胡伦各带皮毛的猎物。 难道小狼不敢立刻享用如此鲜美野味? 他也必须向腾格里画圈致谢吗? 无神论者碰上了神话般的现实或现实中的神话, 陈镇觉得无法用本能和先天遗传来解释小狼这一奇特的行动。 他已经多次领教了草原狼, 他们的行为难以用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 小狼仍在兴奋地跑圈, 可是他已经一天没有吃到鲜肉了, 此刻是一条鸡肠碌碌的恶狼。 按照常理, 恶狼见到血肉就是一条蜂狼。 那么小狼为什么会如此反常, 做出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才有的动作来呢? 他竟然能忍受饥饿去履行这么一大套繁文入节的宗教仪式, 难道在狼的世界里也有原始宗教吗? 并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支配着草原狼群的行为, 甚至能左右一条尚未开眼就脱离狼群生活的小狼? 陈镇问自己, 难道原始人的原始宗教是由动物界带到人世间来的吗? 草原原始人和原始狼, 难道在远古就有原始宗教的交流? 神秘的草原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人去破解。 小狼终于停了下来, 他蹲在大鼠的面前喘气, 等胸部起伏平稳之后, 便用舌头把嘴巴外延舔了两圈, 眼中喷出野性贪欲和食欲的光芒, 立即从一个原始的圣徒抖遍为一条野狼恶狼。 他扑向大鼠, 用两只前爪摁住大鼠, 一口咬破鼠胸, 猛的一甩头, 将大鼠半边身子的皮毛撕开, 血肉模糊的鼠肉露了出来。 小狼全身狂抖, 又撕又吞, 他吞向大鼠一侧的肉和骨, 便把五脏六腑全掏了出来。 他根本不把鼠胃中的酸臭草食, 肠中的粪便清除掉, 就将一堆肠肚连汤带水, 连汁带粪一起吞下肚去。 小狼越吃越粗, 也越来越兴奋, 一边吃还一边发出有节奏的快乐的哼哼声, 听得陈震全身发出。 小狼的吃相越来越难看, 越来越野蛮, 他对大鼠身上所有的东西一视同仁, 无论是肉骨皮毛, 还是苦胆膀胱, 统统视为美味。 一转眼的功夫, 一只大肥鼠只剩下鼠头和绒毛短尾了。 小狼没有停歇, 马上用两只前爪夹住鼠头, 将鼠嘴朝上, 然后歪着头挤一下就把鼠头的前半截咬碎吞下, 连坚硬的鼠牙也不吐出来, 整个鼠头被咬裂, 小狼又几口把半个鼠头吞下。 就连那根多毛无肉只有尾骨的鼠尾, 小狼也舍不得扔下, 他把鼠尾一咬两段, 连皮带毛带骨地吞进肚子里。 沙盘上只剩下了一点点血迹和尿迹, 小狼好像还没有吃过瘾, 他盯着陈镇看了一会儿, 见他确实已是两手空空, 很不甘心地靠近他走了几步, 然后失望地爬在地上。 陈镇发现, 小狼对草原鼠确实有一呼寻常的偏爱, 草原鼠竟能激起小狼的全部本能和潜能, 难怪俄伦草原万年来从未发生过大面积鼠害。 陈镇的心里一阵阵涌上来对小狼的宠爱与怜惜, 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小狼上演的一幕幕好戏, 而且狼戏又是那么生动深傲, 那么赋予启迪性, 使他成为小狼忠实痴心的戏迷。 只可惜, 狼的舞台实在太小, 如果他能以整个蒙古大草原作为舞台, 那该上演多么威武雄壮, 启迪人心的活剧来。 而草原狼群千年万年在蒙古草原上演的好如烟海的英雄证据, 绝大部分都已经失传, 现在残存的狼军团也已经被挤到国境县一带了, 中国人再没有大饱眼福大受教诲的机会了。 小狼眼巴巴地望着还在啃骨头的小狗们, 陈震回报, 去剥那只大汉塔的皮, 他又将被狗咬透的脖颈部位和头割下来, 放在石盆里, 准备等到晚上再喂小狼。 陈震继续敬堂, 剁块, 然后下锅煮汉塔手扒肉。 一只上足下标的大塔子的肉块, 占了大半个铁锅, 足够三个人美美地吃一顿。 傍晚, 小狼面朝西天, 端端正正地坐在沙盘里, 焦急地看着, 渐渐变成半圆形的太阳。 只要残阳在草茸茸的坡顶剩下最后几点光芒, 他就搜地把身体转向蒙古包的门, 做出各种各样怪异动作和姿态。 像敲鼓, 像扑石, 前后翻滚, 再就是把铁链弄得滑滑乱响, 来提醒陈镇和杨克, 现在是属于他的时间了。 陈镇自己提前吃了塔子手扒肉, 便带着马棒, 牵着铁链去遛狼。 二狼和黄黄也一同前往。 每天黄昏的这段半自由的时间, 是小狼最幸福的时刻, 比吃食还要幸福。 但是六狼绝不同于军人六狼狗。 六狼也是陈镇一天中最愉快, 又是最累最费力的劳动。 小狼猛吃猛喝, 越长越大, 身长, 已经超过同龄小狗一头, 体重相当于一条半同龄小狗的分量。 小狼的胎毛已经完全脱光, 灰黄色的心毛已经长齐, 油光发亮。 背脊上一流偏黑色的棕毛, 又长又挺, 与野外的大狼没什么区别。 小狼刚来的时候, 那个圆圆的脑门便平了一些, 在黄灰色的薄毛上面, 长出了像羊毛笔尖那样的白色马点。 小狼的脸部也开始伸长, 湿漉漉的黑鼻头像橡皮水塞, 又硬又震。 陈镇总喜欢去捏捏狼的鼻头, 一捏小狼就摇头打踢吧, 他很不喜欢这种亲热的动作。 小狼的两只耳朵也长成了尖勺状的又硬又挺的长耳。 从远处看, 小狼已经像一条草原上标准的野狼。 小狼的眼睛是小狼脸上最令人生畏和着迷的部分。 小狼的眼睛流流远, 但是内眼角低, 外眼角高, 斜着向两侧伸高。 如果内外眼角拉成一条直线, 与两个内眼角的连接线相接, 击近四十五度角, 比京剧演员化妆出来的掉眼还要鲜明。 而且狼眼的内眼角还往下斜斜地延伸出一条深色的泪槽线, 使狼眼更显得吊诡。 陈镇有时看着狼眼, 就想起柳梅稻树或者是吊金白鹅大虎。 狼的眉毛只是一团浅黄灰色的毛, 因此狼眉在狼表示愤怒和威胁时起不到什么作用。 狼的凶狠暴怒的表情多半是仗着狼的吊金。 一旦狼眼倒树, 那凶狠的威嚇力绝不亚于猛虎的白鹅吊金, 绝对比柳梅倒树的女鬼更吓人。 更为精彩的是, 小狼一发怒, 长笔两侧皱起许多条斜斜的同角度的皱纹, 把狼凶狠地吊眼烘托得越发恐怖。 小狼的眼珠与人眼或其他动物的眼睛都不同, 他的眼白呈玛瑙黄色, 都说汽车的雾灯选择为橘黄色, 是因为橘黄色在雾中具有穿透力。 陈震感到, 狼眼的玛瑙黄, 对人和动物的心理都具有锐不可挡的穿透力。 小狼的同人同孔相当小, 像福尔摩斯小说中那个黑人独针吹管的细小广口, 黑钉钉阴森森毒气逼人。 陈震从不敢在小狼发怒的时候与小狼对视, 生怕狼眼里飞出两根见血毙命的独针。